要先把這個站出來 有些人有算就算 這個可以 他要你算 可以開始加三 讓我推了 哈囉 等一下 他拿到什麼 你現在又沒有 等一下我一轉頭馬上又去做 做做做做 大家你算那個 我先算這個 為什麼呢 你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會注意就是 剛剛那個束線啊 他是有寫什麼 那個高速公路上的束線 他只有寫什麼 他只有寫一百一跟六十 對不對 還有一百一跟六十 一個是給小客車看 一個是給大貨車看 然後像那個電梯裡面 他也只寫什麼 總共幾個 總共重量 跟1050的重量 對不對 他寫的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標準 就是他的 他的極限 對不對 了解我在講什麼 但是 那譬如說 剛剛我們 剛剛我們 會有問題的就是 那三歲到底要 三歲到底要上50塊 還是要算不用錢 對不對 然後 六十五歲的時候 他到底要上50塊 還是要算100塊 所以關鍵在 從哪裡開始算 然後那一個要算給誰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 所以我的重點就在說 那從哪個地方開始這樣 那從哪個地方開始 那個地方就在哪裡 那個地方就在 什麼時候會剛好相等這樣 那譬如說 你的重量如果剛好是1050 那你就 你就會在我的忍受 放回之內就是那個電梯 可是如果你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你就會嗶嗶叫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在這個數字以內的話 那他就會安全這樣子 就是電梯就不會叫 所以 所以我要確定 這個電梯坐起來 安不安全的關鍵 就在1050 超過 超危險 所以他會有嗶嗶的叫聲 然後如果不到1050 他就不會叫這樣子 所以他就只顯示1050 給你看 提醒你 臨界的地方是在105 然後包含那個高速公路上的路 那個數線 他也只顯 對小客車來講 他只顯110跟60 他只給你看那兩個 因為給你看那兩個你就懂了 你不要超過110 你超過110你就會吃拔丹 然後你的速度不要比60還要小 比60還要小 你也會吃拔丹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看到這兩個資料 你就知道 你的速度要在60跟100之間 100米之間 所以你會在乎的是 像我在開設的時候 我在乎的是 就是我要在乎那個110 因為你都開很快 不可能 對 我會開快 我不會開慢 我會在乎 我會在乎那個110 就是說 我就是靠近110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讓自己再慢一點 我不要讓自己超過這樣 因為超過的話 可能就會被拔起來 也就是說 對我而言 我會在乎那個臨界的位置 了解意思嗎 所以 他在講大小於關係 他在看這一個關係式的時候 其實重點在 到底他的臨界點在哪裡 所以你只要算這一個 接下來再來看那一個就好 了解意思嗎 好 那這一個怎麼算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三個 所以怎麼樣 移過去 移過去 所以拿掉兩個 這邊剩幾個 一個 這邊剩一個 對不對 注意聽喔 你那個東西收起來 然後這個扣掉 如果不要扣過去那邊 就會怎樣 8 就會變加5到8 所以你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先把這個寫在下面 已經寫了就 寫了 好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這一個跟這一個 在8的時候會剛好相等 你看喔 8 8的時候 我們來算一下 8的時候多少 2 8 16 5 加3 怎麼就好 好 然後這一個呢 3 8 24 4 透掉5 所以 x如果剛好是8的時候 他們會 相等 我們算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他 可是他希望你要超過他 那所以呢 8的時候剛好相等 所以x要多少的時候才有機會 這邊比較大 8 8的時候剛好相等喔 那x要多少的時候才會讓這一邊比較大 x要大於8的時候 你看喔 如果你帶8去 你帶8還要大 比如說 9 帶9 那帶進去會等於多少呢 你看喔 29 18 對不對 18再加3 會等於多少 25 然後這一個呢 39 27 然後再扣掉5呢 25 22 12 欸 所以我給你的答案就錯了耶 你的數字如果比8還要大的話 你算出來答案是比較小的喔 我看到 9比8還要大對不對 結果你算出來答案反的比方還要小 可是你要的是希望他比較大 因為比8還小 所以這你的答案應該要 x怎麼樣 要怎樣才對 這兩個啊 x要小於8 才對 site 我寫給你的答案是錯的喔 x要小於8 因為如果比8還要大 你戴进去的时候算出来的答案是比较小的 可是他希望的是要比较大 所以刚好相反要比8还要小 算出来的答案才会比较大 好 回来举本 来 同学请翻开举本 我们看到三十四页 好 二十二 二十一 好 二十三我低一下 回到二十二十三 我给你解决一下 五十七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一 小房めて干净 的 但他沒辦法讓他重看 對,又要重新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有方法 做這個就用多了 對啊,他就是失敗了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有方法 做這個就用多了 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要有方法 我覺得他應該要有方法 念導今天不是說過 就是用多了 但是,我要換文件 我要換檔案 我要換檔案 這個應該要少了 所以就別過來 讓他點過來 讓他點過來 我現在可以出嗎 是啊 過來,這樣可以做 過來,這樣可以做 好 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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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個不是 這個還是剛剛的 這個還是剛剛的 這個 網頁 網頁 老師,你點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 第三個 然後把他都擋 全部都按擋 對,全部都按擋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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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他擋 應該只要把他擋 這個第一個擋 對啊 他把我們是剛剛錯過 他好像要擋開才會 剛剛說過 就是 蛤 Roma x 5 有些原來是不同的 等一下... 呼吸了 要放那邊 那邊邊 好像要 prev 有些人會在這裡 我怎麼會重開 所以我覺得 庄康牌出貌 牙肚餓 2分大 punt 大人 製作詞 沒有照顧外來 可是你按一下那個沒有照顧的口味會破整 沒有啊 阿先生 你建立一個呢 你先關掉那個口味 可是你擋了會坐在裡面 因為我是用學生品 你有存在那裡 沒有啊 而且你沒有 那不是沒有分之到那個口味 那那個都不插著 而且沒有不插著 可是有刷白板 好 好 同學你們先看三十四頁 那個二十二頁那個藥有比較方便 來 請先看三十四頁 先把三十四頁看一看 第一頁我們看三十四頁 自己閱讀 自己讀 三十四頁 然後他就有一個第二頁要你回答 第二頁跟第三頁 下面就有一個練習 練習有三頁 自己看 先自己看 再看三十四頁 再看三十四頁 先自己完成 再看三十四頁 手上跟力縮起來 自己閱讀 三十四頁 現在要看三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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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三十四頁 所以上面的題目你就要自己看 然後我們回到二十二頁 回到二十二頁 然後他要把這個土 他要求你要把它乘以多少 還要回到我 他要回到 他要起乘以多少 乘以負一對不對 座標都要乘以負一 所以座標都要乘以負一的話 你猜猜看 座標都乘以負一之後 你會跑到哪裡去 來猜猜看 先猜就好 他一定會到對不對 那因為 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的座標有兩個 他的座標有兩個 開始座標跟脈座一樣 那個家儀看這邊 他的座標有兩個 有一個X座標 一個是Y座標 對不對 那他X座標跟脈座標 都會被重新座標 所以 他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他本人在這裡 可以看喔 如果他本人在這裡 他如果乘以X座標 如果乘以負號 這個會 往哪邊翻 對 往這邊翻 因為 如果你乘的是X座標 的話 這一個講的是X的相反 對不對 如果每開始乘以負號 他就會被翻過去 那如果 那如果他的Y 被乘以負號 往下 他就會翻下來 瞭解在講什麼 再來喔 可是他的 座標有兩個 然後他的座標 兩個都乘以負號 所以他就會 每開始乘以負號 對不對 然後再怎樣 Y 所以他一定會在這個位置 這樣了解嗎 好 畫起來的感覺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可以這樣講 Y 先乘以負號 先翻過來 然後再開始乘以負號 翻過來 對 了解的意思嗎 好 然後呢 我就不畫給你看 你會去自己畫 再來 再來第二題 他要我們 欸 對不起 第一題 只有怎樣 只有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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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第二題是針對Y座標 針對Y座標 所以本來如果在這裡的話 乘以負一它就會翻下來 好 再來 第三題才是X跟Y都乘以負一 所以它翻兩次 然後第四題呢 它要求你把它乘以二 你看看乘以二 所以它的圖形會怎樣 變大 太大 了解意思嗎 所以它是把 所以它本來圖形在這裡 對不對 本來圖形在這裡 然後呢 它這個圖形呢 它這個圖形 它說把它的乘以二 所以它會在這個地方放大兩倍 了解我在想什麼 好 再來喔 那如果它整個是負二呢 X座標跟Y座標都乘以負二 你先管乘以二 乘以二的話 乘以二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放大兩倍 對 放大兩倍之後呢 它要求要乘以負號 所以呢 對 它就會往下翻 而且還要往這邊 因為它X跟Y都乘以負號 所以 這個兩倍放大之後 在這裡 也是兩倍放大之後 如果X跟Y都要乘以負號的話 它就會翻 然後再翻 所以大小連連是它的兩倍 那我問你喔 第六點是什麼意思 它把它的Y座標都加上6 所以圖形會在哪裡 對照這裡 你看喔 本來在這裡喔 本來在這裡 然後它把它的Y座標都加6 Y座標都加6 所以它會怎樣 往上跑 跑幾格 跑六格 所以就是這個圖形一起往上這樣 如果是X座標加6呢 所以往右走六格 對 你可以往上再往右 也可以先往右再往上 隨便 所以它最後會跑到這裡喔 了解嗎 好 這個是這一個 不去再畫 然後 這一個呢 這一個就是 直接幫你把圖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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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從A到C 從A到C很明顯是放大 對不對 你看看它放大幾倍 四倍 很明顯對不對 從一格變四格 所以它是四倍放大 有看到齁 直接四倍過去 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邊要寫多少 對不對 然後X跟座標 代表它同時乘以多少 對 一定是同時乘以四 它才會四倍放大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個會畫 那這個你就 就大概可以知道要怎麼寫 來回去再寫一次 那懂嗎 好 到目前這個有沒有寫 對 今天的初略就這個 嗯 還是這兩頁 還是這兩頁 然後還是不會怎麼 哪裡不會 哪裡不會 22頁有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是用遲或 蛤 對 用遲 22頁有沒有聽不懂的舉手 22頁 22頁都OK之後 22頁都OK之後 22頁如果OK的話 23頁只是 這一個是要你畫圖 然後23頁是把你畫好 畫好之後問它是幾倍這樣 先想一下 先自己回去想一下 再寫這兩頁 除非你22頁不懂嗎 22頁還有沒有同學不懂 剛剛在講的東西 因為講的是不定嗎 22頁還是不懂嗎 嗯 也不懂嗎 我在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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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的 我們來可以開始說話是這樣 0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天啊 0在這裡 右邊會開始 1 2 3 4 5 然後左邊會 負1負2負3 對不對 所以5在這邊 負5在另外一桶 就會翻過去 像這樣 負5在這邊 所以你如果加一個負5 它就會翻過來 翻過去這樣 那 Y看的是什麼呢 你這邊是7 那負7會在下面 所以有一個負5就會翻上來 有一個負5就會翻下去 所以它告訴你 X座標乘以負1 所以它就會這樣翻 對不對 X在講左右 所以本來在左邊 本來在左邊 它就會被翻到右邊 然後 第二題是 第二題是 他是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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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錯標乘以負1 所以對Y錯標來講 他是被翻下來 X沒有變 所以他不會左右 因為他只有洞瓜而已 所以瓜會被翻下來 可是X沒有移動 他本來在哪裡 還是在哪裡 然後剛剛說 這個 第八領跟六七是一樣的 就是 第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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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乘以二 你把它乘以二的時候 然後 第三題是 這兩個的 合定 你的 X跟瓜 都要乘以負1 所以 X乘以負1 是不是就翻過來 然後你瓜 也要乘以負1 所以再翻下來 那可以 所以要做兩次 最後就會在這裡這樣 然後第四題 他是把它兩倍 那兩倍的話 他就會變兩倍長 因為他的 這一個地方是11 兩倍之後就會變22 了解我在講什麼 因為他本來有幾格 被你兩倍之後 他就會變更多 幾格 四格就變八格 了解我在講什麼 那 Y座標加6 Y座標加6 就是他的高度被加6 所以就整個被移6格 X沒有變 所以你是直直的上來 然後如果是X加6的話 那你就是整個X 往你右邊移6格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我畫一個給你看 X層以負1會變成 所以就是 整個被翻過來 本來在這裡的 翻過來 跑到這裡來 本來在這裡的被翻過來 這裡 所以他整個被翻過來 整個被翻過來 所以就會畫成這個樣子 我畫錯了 我畫錯了 就是 但是這邊是在這裡 再剩一個 再剩一個 手段 就整個被翻過來 是不是 這個叫做 黃明就是XX XXXX 好 這個回去再寫一次 還有問題嗎 他乘以220的家里比较好 乘以2的话 乘以2的话 我画给你看 你看一下 本来在这里对不对 这一个是不是1 副号我先不管他 副号我先不管他 这里是不是1 那乘以2之后是不是22 所以是不是会跑到这里 知道我在讲什么 本来是1 我先不管副号 这里应该是要读错-1才对 可以吗 这一个位置是不是一格 对不对 一格一格 因为他的位置在一格一格的地方 然后两倍之后就变两格 两格 对不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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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就是 其实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这一个的每一个束发都被两倍 所以他的图形就会被两倍放大 那图形被两倍放大的话 你这一个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接下来就很简单 就从这里开始两倍放大 看他有几格就变着化而已 所以他本来一格两格三格 所以你就许1 2 3 4 5 6 到这里 然后两倍 两倍之后呢 这一个也要两倍 这里是两格 所以你要靠到这里 靠到这里 靠到这里之后呢 这一个本来是一格一格 所以要变两格两格 然后再换起来 这个意思你把它放大 那你会看到你的错标 本来是1 1 变成2 2 那这一个是2 1 2 1变4 2 然后这一个是1 4 1 4变2 8 然后本来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2 3 2 3就变4 6 你去数也是对的 然后这一个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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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倍就变6 6 6 6在这里 所以你去看错标也是对的 也就是说你那个数字 你的数字是上次在讲大小 数字倍两倍之后 化成图形就是两倍长这样 所以他就把这个图 你的错标都成2之后 他就整个图就给你放大2倍 还有问题吗 好 那我们就这样 好 那我们请到34页回来 今天最后还是这两页 好 我到34页回来 我到34页回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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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34页回来 这一个等级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对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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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不是說這樣不行 16 差170 這個應該限制比較 好像還是有限制 但是就只有160 160 好 你就說你的身高至少要160對不對 那你這樣空少 那這個講法 注意聽到什麼 他就會直接跟你說 你的身高至少要160 這句話我們把它寫成數學來表現就是什麼 小魚大魚 好大魚 等於跟大魚 由國字來講我們知道 就是你的 我們等國字就是這樣 身高 好 通常 身高要160 這句話應該不是寫大魚 等於跟百六小魚身高 小魚身高 他應該會說身高至少 至少有160 至少有160 這個是國字對不對 這句話代表哪些人可以 16 跟160 以上 這些代表哪些人可以 16 跟160 以上 161 161 162 162 163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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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64 你寫得完嗎 寫不完嗎 我這個身高的你寫得完嗎 寫不完 寫不完 如果要把答案全部寫出來的話 我要從160 裂裂裂裂裂裂 這些都是答案對不對 寫要一千 不要寫在講什麼 一千 我們不想要寫這麼多個答案 所以我們就會容易表現 等於跟大魚 大魚也可以 我們就會這樣子寫 你的身高 大魚 大魚呢下面 我們就會怎樣呢 大魚 超過160 5 但是呢 剛剛有等於 剛好等於也可以 我們就用這個來表現 所有的答案 這個是你們現在 也就是說 這個就代表什麼叫那身高 至 Auns 三百六 用這一個來寫答案 這樣 用這一個來寫答案 所以我回到这里了 这因为答案有很多的 所以他就说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从负一到三 都是我的答案 了解意思吗 从负一到三都是我的答案 那实心是代表 三是属于红色的这一个 三是属他的答案 然后负一呢 负一属于谁的 负一属于谁的 负一这个答案属于谁的 蓝色 属于蓝色的对不对 因为他这边画实心 实心就算蓝色的 所以蓝色的这一个有发案负一 那这一个图形 我们用这个图形来表示答案 就是我们就用 这一个这一个 这一个上面的任何一个答案 都是我的答案这样 然后我就用 AX小五负一来代表我们的答案 那这个点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都会包含等 所以 那这一个呢 过来这个答案都对 就像你的身高 加算270也是可以嘛 对不对 你是不会有那么高的 那么高也有点困难 他那个 像270的话 这个呢 不算巨人断啊 270那是一个 常理的 是断的好不好 像那个 300 摇鸣啊 摇鸣几公分 绝鸣 摇鸣啊 230哦 200多嘛 对不对 不讲的嘛 有个还270 670是 摇鸣一样嘛 对对对 摇鸣看 我都会摇鸣耶 不要想过 摇鸣去 我都会说 好 这个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写的答案有很多 所以我们就透过画图来表现所有的答案 这样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来表现答案 也可以画图来表现答案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一条绿色的要怎么写啊 就写 这条绿色的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写 小于6 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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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問你們一個問題 這個符號可以讀大語也可以讀小語 但是通常這樣寫的時候我們會說小語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我們是這樣子讀過來 所以如果是這個符號通常我們會讀什麼東西小於什麼 比如說我的身高比義憂的身高還要小 可是如果我從這裡讀過去呢 義憂大於身高 我就會變成是義憂大於我的身高 這樣了解可是通常我們是這樣子講過來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講過來 所以這個符號我們通常都把它叫做小語 那請問一下這一個綠色的這個要怎麼想 我先問你一下 這個綠色的代表他們都在富士的右邊對不對 答案都在富士的右邊 所以都會比富士大還是比富士還要小 往大對不對 所以注意聽喔 所以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 答案用X在表現 中間這個符號要寫哪一個 往左邊 往右邊開 開口要往右邊 然後那個綠色的 通通都在富士的右邊 所以我的答案都要比他大對不對 然後呢 他是時心 所以我包含 我包含等號 這個是綠色的 來你自己寫 紅色跟藍色 我要檢查你們寫的 OK的吧 下面的全部寫完 這個都寫完了舉手 先把第一題完成 紅色跟藍色 請你自己寫 先把第一題完成 先把第一題完成 紅色跟藍色 請你自己寫 好 сил stripe 鮮 你為什麼那個 cross 老師我好了 櫻井 將近 fic 你兩顆都燾米 不然干不会太干净 手机 这个面穿是我的 红色的没有写完 Já 所以我要查 Ник万要 perfection 红色的没有写完 然后现在打 £0 在弗二跟四之間 好 我們看一下是個紅色的喔 好像是腳一下 紅色的零界點 是不是在 負二跟四之間 對 所以他的答案 會表明是 它的答案 它的答案應該要在四的左邊 對不對 它在四的左邊代表四要比較大 所以你的開口要往四的方向 對不對 然後呢 紅色的這一條都在負二的右邊 對不對 所以負二應該是要比較小 所以開口要往四的方向 然後這邊是十星 所以要畫給它為主 你不要寫那麼大 你要根據你的紅色的位置去寫 然後下面這一個呢 下面這一個是從一來換對不對 分一來比較 分一來比較 答案都在這一邊 對不對 所以我的答案都在一的那一邊 那它在一的那一邊 那一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這裡應該要點 開口往一的方向 有等號嗎 它是挖掉的對不對 所以沒有等號 好 好 下面這一個是 自己畫的 很難畫的 來吧第二組的 畫好 好 第一個 要你畫大於等於 第一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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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畫一下 X 大於等於1 對不對 關鍵是哪一個數字 大於等於1 關鍵是1那個數字 你要先找到1 就好像是那個 我要開車的時候 會出1001那個數線 會出1001 所以你也是一樣 你要出1那個1 所以你要先找到1 找到1 找到1之後呢 再看一下 它有沒有等號 有 它有等號 所以你要畫17 接下來就是 它的答案到底是 不到100 不到它還是超過它這樣 它希望它的答案體力還要 大 對不對 它一口往X 所以X比較大喔 所以你的圖形要往右邊 還是要往左邊 右邊 右邊 才是代表比較大的 所以這一卡叫做X等於 X大於等於1 在上面標記 這是第一題的答案 要來下AKC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後第二題 第二題你要注意哪一個數字 是 是 對不對 重點在數字喔 因為數字是零件 好 重點是看 請問一下你要畫空氣 還是畫石心 空氣 你要畫空氣 對 對 然後接下來呢 一條線鍵頭結束 是還是大 還是X大 是 是比較大 還是X比較大 是比較小 是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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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口往哪一個方向 開口往四的方向 所以四比較大 所以四比較大 四比較大 X比較小 所以你的X要往右邊畫 還是往左邊畫 左邊 往左邊畫 那第三題 第三題的 第三題的重要數字先找出來 一個是什麼 負一 應該是負一 負一要畫石心還是空心 石心 因為它要有等號 再來再找第二個數字 五 五 對不對 就像那個數線 有六十跟一百一 對不對 好 五 那你把五找到之後 要畫 石心 五 對 然後 X的答案在哪裡 在中間 被夾在五跟負一之間 所以這一個畫出來 全隊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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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動一下 然後這一本 收過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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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本收 是舉本 然後你負責收 對 你不是就 我們腿就好再舉 還要去 不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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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感覺 好 好